好,密的預設子聽得到是麥克風聲音 那怎麼讓學生聽到電腦聲音呢 那這裡我們在講解用Virtual Audio Cable這個程式來解決 首先你必須下載這個程式 打一下這個關鍵字 VIRPUL Virtual Audio Cable 然後就在這邊 好,那我們就把它download 好,那這邊有一個 這是 壓縮檔 好,還是在下載 好 那我們把它安裝一下 好,因為是基本檔的時候我們先解壓縮 好,接觸檔案在這邊 然後我們在64位元 安裝 好 好 好,那這樣他就打開了 已經安裝成功 他打開那個設定,他就多一個 播放就多一個 9的這個Virtual Audio Cable 這個 好,那你的錄製一樣還是要這個 這是我前面的麥克風 這一個 好,那我們再回到這個 Meet這邊來 好,那這個時候你Meet要進行簡報之前 就可以先把 你的 音效的設定 點設定 這個麥克風 你就把它 改成這個 Virtual Audio Cable 好,那這樣系統的聲音就可以出去 就是你的動畫 影片 或者電子教科書的聲音 好,就可以 出去 好,那這個時候你再去進行簡報 然後用那個電子教科書 的聲音就可以出去 那可是如果 這個老師要在講話的時候 你要再變回來 必須這個設定 的聲音 要再改回來你的麥克風 是 我的是這一個 要再改回來 不然的話學生就聽不到你的麥克風 那你要讓他聽 電子教科書,就是電腦的聲音或者是YouTube的 影片的聲音 就要 改回這個Virtual Audio Cable 就是這樣做切換 的聲音